好 那接下來呢 你就不用 所以明天 因為你們電腦今天下午會關機嘛 所以明天來的時候 記得裝驅動 還有這兩支層次 就是這樣的事情 那你回家讓人裝一次就好 因為這邊有還原軟體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 就是這一個 這個Kotoroba 那個Transformer不要關掉哦 因為它要在背景幫我們翻譯 所以你把它縮小就好 不用關掉它 如果關掉它就不能溝通了 你要隨時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程式不會動 或者是這邊出現紅色 或者它不聽你的話 那你就要檢查 是不是失去連線 如果失去連線的話 就把這一支關掉再重開 重連一次就好了 這個Kotoroba也不用關 除非它當掉 好 好 那各位看一下 它的 這邊的積木 都是跟那個Squatch 2 第二版的都一模一樣 那唯獨增加的就是在更多積木這邊 它多了一個Arduino的積木 那這些積木就是給我們的Arduino硬體 所使用的 然後它 它會開一個這個 這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是唯獨的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要存檔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不能儲存 所以請你養成習慣 一打開之後就令存新檔 好就檔案直接令存新檔 就是另外給一個名字 另外給一個名字 那這樣子你就 你就直接給它一個名字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存檔 這個名字就改成你的專案的名稱 那等一下你要一邊寫程式 就一邊儲存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個良好的習慣 請你維持一下 好那我介紹一下這些積木 那首先這裡有兩個啟用的積木 這個啟用的積木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導演 你要演一部電影 你一定要先雇用一些人 你要雇用周杰倫 你要雇用劉德華對不對 那這個雇用的動作只要一次就好 你要雇用他當主角做什麼事 他就要固定 在雇用那時候就要固定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叫他當主角 那他就是永遠就是主角 如果你是叫他跑龍套 他就永遠都跑龍套 在這部戲裡面就不能換來換去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所以這兩種呢 一個是管數位的 一個是管類比的 那什麼是數位什麼是類比 就是我們你的Arduino板子上面 Arduino的板子呢 Arduino板子上面的數位跟類比 就是從這邊0到13這個地方 他們把他叫做數位的接角 0到13 D0到D13 那個叫數位接角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類比接角 Analog In 這個地方叫類比接角 那如果你看你的擴充板的話 我們上面那片擴充板 是那個這家公司的 Moto Arduino 那他是一個學習板 他是一個學習板 他只是把我們的Arduino 接上來做一些 簡單的應用 那他這邊呢 他把接角接上來的部分 就是5、6、9、10、11、12、13 因為他這個角位是根據 S4A所設計的 那S4A能用的話 S2A也能用 所以這個學習板是目前 所有的板子都能用的 那所有的軟體都能用 包括什麼Mblock 直接寫C他都可以用 然後這邊有478 是馬達控制的部分 他做在一起 好 那數位D2、D3 坐在這邊 好 那所以你們看到的 會是這一片板子 那其實都無所謂 那你就知道說 這邊是數位的部分 這邊類比的部分 都在這個地方 他做成 做成一些那個感測器 跟插座 好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數位 你要把這一隻接腳定義 你要叫他 第幾隻接腳要做輸入 還是要做輸出 還是要去做那個功率的調整 知道什麼叫功率調整 就是你打人家一拳 你要用幾層的力氣 那個就叫做功率調整 他跟我很好 我就用一層功力 摸他一下 如果他 我很討厭他 我就用10層的功力 那個叫做PWM 這樣懂了嗎 那個名稱叫PWM 正式的名稱叫 麥波頻寬調變 有聽過就好 不記得沒關係 那是大人的字眼 我不要理他 好 那這個伺服機呢 指的是那個舵機 就是方向機 他可以轉角度的 那個叫舵機 比如說你叫他轉到8度 轉到12度 轉到90度 轉到180度 那個叫做方向機 或叫舵機 然後另外有一種是連續旋轉 他會一直正轉 會一直逆轉 那個也叫舵機 那音調呢 指的是 你要用風鳴器發出 小喇叭發出聲音 用小喇叭發出聲音 那個叫音調 那超音波 是你要用超音波來測距離的時候 所以大概有這幾樣 輸入就是你要抓資料進來 通常是接感測器 抓資料進來 輸出是你要去控制別人 我要控制LED燈亮 我要控制這個馬達開 我要控制電風扇 我要控制什麼 這控制別人叫輸出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那個類比接角 類比接角大概就是只有輸入 類比接角只有輸入 就是剛剛講這個地方 這A0 A2 A1 還有這幾個空白的 空的那個接頭 那如果你看Hardino的板子 它就是這個地方 A0到A5 這個是類比輸入 通常它是用來做感測器的輸入 抓外面的資料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S2A 它也可以兼當輸出 也就是說如果你0到13不夠用的時候 這一個就是D14 這一個就是D15 依此類推 這樣懂嗎 所以如果你要拿它來存做輸出的話 比如說你要控制20顆LED 19顆LED 那這裡只有0到13只有14顆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這邊來控制另外6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是比較進階的用法 好 那所以這兩個 這個一開始 你要用到哪一個角位 你就要先去定義它 先把它定義 定義完之後才能用 然後定義只要做一次就好 所以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把你要用的那幾隻腳 就把它寫進去 把它定義好 我要它做什麼 它要做什麼 然後接下來再去做你的 後面才接你的程式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Squatch 2的用法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用一個很簡單的部分 各位在 各位的板子上 這裡有三個燈 分別是10號 11號 12號 有看到嗎 有一個小小的白色的正方形的 在這個地方 有看到嗎 有 這是三個LED燈 小小的LED燈 它是剛好是紅綠燈的顏色 紅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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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練習 控制這三個燈 10、11、12 那所以我這邊簡單的示範一下 我要雇用三個演員 所以我就啟用 拉三個出來 然後因為我要 我是要控制LED叫它亮 所以我要叫別人亮 叫做 叫做什麼 輸出 輸出 所以他們都是輸出 然後三個角位分別是幾號 10號 11 12 好 所以我先顧用演員 顧用來了之後呢 我才能叫他做事 好 所以我來 那做事的地方在下面 下面這些裡面 這個叫做數位輸出 數位輸出 數位輸出就是只有開跟關 開跟關叫做數位 好 那我要控制10號我就選10號 那我要他開就是1 關就是0 開就是1 關就是0 好 那假設我給他等待1秒之後 我換11號來開燈 然後再等1秒 我換12號來開燈 然後呢 再等1秒之後我把它關掉 關掉 關掉 那這樣就三個輪流開 三個輪流關 然後把它重複包起來 這樣就是一直輪流開輪流關 understand ok 好 好 那麼所以呢 當你 當我們執行程式的時候 我按綠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裡 紅 黃 綠 紅 黃 綠 綠 綠 紅 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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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